老闆 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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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哪怕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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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趕緊身 你是怎樣 你也會害怕 當下我們就趕快 可能是很難處理 就繳129把他送去急診 那時候應該是在民國90年 很突然的哏到 送過去已經就來不及了 這也是非常的意外 也看在說真的 我們想到常常都會提說 真的是很無常 各位好 歡迎收看 大愛惠客世之長盤決勝 我們說人要有因緣觀 但是也要有無常觀 今天邀請到我們本尊 來跟我們聊一聊 我們來歡迎鄧淑清師姐 師姐好 主持人好 大愛的全球觀眾大家好 其實在走入慈濟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對於護理工作 醫師的工作都會覺得說 看到了很多的生死 應該是對於生死接受度都很高 這一點您同意嗎 一般應該都是覺得是 人生就是這樣子 醫師的責任當然是要救人 可是也有這樣子的無奈的時候 所以我們也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醫護人員對於看生老病死 都會覺得這就是自然法則 情緒上面不會那麼大的波動 對您來說有這樣子嗎 還是會有 因為你碰到自己家人的時候 你是很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還是會有 那種無常 突然間的發生的時候還是會 因為自己家人是病痛在那裡的時候 你的感受 我們會理解 護理人員工作的辛苦 我們也會處處體諒到他們 平均多少位 應該大概像目前我知道的話 應該都是至少有八位 一要對八 一對八的話 而且都是隨口要隨時去照護對不對 每一個病人的狀況又不同 他的處理過程也不同 對 所以護士 醫護人員的角度 他們必須要去學習的 給他們的祝福是 生色要更柔和一點點 可是站在我們可能是 家屬或者是病患本身的時候 也要去體貼他們 那剛才 淑親師姐有提到說 雖然看待生老病死 好像很多很多 但是碰到自己的時候要學習 我們就看到了公公的這一個部分 你們家雙方面自己的父母親 還有公公婆婆 其實圓滿這人生都是高齡八九十歲 那公公是屬於身體還健朗的時候 發生哽咽的意外嗎 對 他也是非常突然的 發生這一件事情也是太意外了 因為我公公身體蠻陰暗的 所以公公他常常是 就是腳踏車騎著 騎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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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那一次是因為 我先生買了麻糬 老人家可能 比較喜歡吃麻糬 比較軟 所以他可能就是 比較大腿吹到 在家裡 我們知道他在吃那個 不小心就哽到了 當下我們就趕快 可能是很難處理 就腳129把它送去急診 那時候應該是在民國90年了 對 很突然的哽到 對 當下就是完全就 送過去已經就來不及了 我想剛剛你有提到說 是您的先生 買了點心回來嗎 先生應該是會 心情更難過對不對 我看到他 那個時候我覺得 他一直是 不表 沒有 沉默寡言 不敢去碰觸 談這件事情 我在想他心裡的牙抑是 很大的 他無法去面對這個事實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就讓他說 這已經是發生了 這也是非常的意外 也看在說 真的我們想到 常常都會提說 真的是很無常 因為他兒子 我先生在 所以我的婆婆她的寄託都是 這個打兒子 對 所以他情緒很快 心情也不是 一直有鬱悶到多長的時間 還好 看著他就 平常我們子孫三代都在 都一起住在那邊 跟我們一起 我老二也一起住 孫子都在 兩個孫子 所以就還好 我會跟我先生提到說 花一些時間 多陪他 甚至就是跟小姑 小姑因為在台北 她比較近 大姑姑在中部 我說你們有時間 就抽時間回來 背婆婆 背媽媽 所以他們兩個女兒 和露西常常都會回來陪 背影 因為有人陪 看到小孩子回來 或者是我先生 他最痛我生氣 他非常的 痛他們兒子 所以我要他說 你比較接 回來背 背他 背他開槓 背他講話 他就還好 了解 這樣子可能就讓他的 舒緩他的那個心情 所以你看有時候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放上那個悲傷 繼續的往前走 我想淑青師姐 你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親身的體驗 陪伴一樣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不變的道理 對不對 然後愛去關注 讓他可以去化解那個悲傷 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講一講好了 真正老人家 到什麼樣子的一個階段 你們會很注意到 飲食的部分怎麼樣處理 是最安全的 最重要就是說 年紀來了 要考慮的很重點 就是說 他可以吃 因為老人家的牙齒不好 吞咽是不是也比較鬆弛 吞咽也會比較 對 也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太硬 為什麼要細腳 煮比較軟 比較軟 他們好吞咽 他們好咬 還有就是我們自己在切 或者是什麼 都要特別的小塊對不對 還有粘稠的 粘稠的就是要吃粿 粿啦 麻糬啦 對 這些通通都要注意 弄得小小的 大大的麻糬在切小 但是有的就乾脆盡量避免對不對 對 盡量不要 是醜醜的 是醜醜的 有時候太大口 就是會去 摘到就撿到了 就吞不下了 撿到了 因為他是連醜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一定要知道 老人家在吃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提醒他 小口一點 因為那個太大口 你就鑑定 了解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了解 真的是要陪伴在身邊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提醒他 慢慢來吃 要注意一下 吞咽上真的是還是要提醒 我想這個也是給我們 身為年輕一輩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方向 因為畢竟整個台灣要邁入 老年化社會的時候 未來可能真的 獨居的長者會越來越多 希望所有所有的老人家 都能夠過一個 非常快樂的銀髮生活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我們的長盤決勝 感恩師姐的分享 感恩 謝謝 感恩您收看 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我們下次見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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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器耶 真好 真好 我不要你发了 固定就好 固定 蛮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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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要场景在于拍摄阿清 在慈苑担任社服的工作情况 拍摄这场次时 也是即将进入倒数的杀青时刻 在这杀青前戏 宜家从年轻的阿清 演到老年的阿清 五个多月来 因为长盘决胜这出戏 身为一个新生代演员的陈宜家 对于亲情的诠释 更是获得了满满的心得与感受 我觉得全身下来还蛮开心的 因为在戏里面 我们一家人都很好 对 我的戏里面是指说 就是我们私底下演员感情也因为成为了一家人 然后我们感情都很好 就是包括跟秀琴姐 秀琴姐演我的婆婆嘛 然后书伟是演老公 然后还有儿子啊 政敌这样子 那我变成 也不算第一次从年轻演到老公 因为之前在贵娘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从大概十八九岁演到五十左右吧 可是这一次是真的演到就是过于年长 就是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其实跟我本人年纪都等于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跨越太多太多了 从师姐最年轻的时候 毕竟师姐现在已经七十出头了嘛 然后要从她十几岁开始演 就是只能用演员的心理状态去让这个角色呈现 就是邓姐的 邓姐的可爱邓姐的热心 邓姐的热心助人啦这样子 我刚刚在这里停下来 我妈妈在这里 二 哭的时候想一下 还有更多我可以付出 小鸣是一首和谐的歌 等待和谐的你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